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叫王玉芬 很高興今天在電視前面來教大家來做拉筋的健康操 所以您需要準備的是一條拉筋繩 或者你沒有的話也可以拿一條毛巾 就可以跟我一起做這些動作 首先今天我要介紹一個擴縮運動 它是非常的簡單 所以您準備好了嗎 站姿 這一系列呢 我會介紹幾個不同的站姿動作 首先你把兩手與肩同寬 抓住拉筋繩的兩端 就像這樣子 先做深呼吸兩三次 吸氣 吐氣 再一次 吸氣 吐氣 最主要是讓你能夠在一個放鬆的狀態下來做這些動作 慢慢的把手拿起來 與肩同寬 肩膀不要豎起來喔 要往下 如果從側面看的話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千萬不要緊張 不要把肩膀給手肩呢 放下來喔 同時從內往外擴張 來 像這樣子喔 1 慢慢的 2 2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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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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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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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10 10 9 梳小腹抬頭挺胸,肩膀放鬆 兩腳張開,大概與肩同寬 我從側面示範給大家看 吸氣,吐氣 吸氣,吐氣 把手,兩手往上抬 與肩同寬,然後做擴胸運動 慢慢的一 一 或許你可以的話,可以撐個十秒鐘 慢慢的回來 撐得越久,表現你的肌力越好 二 如果你一開始沒有辦法做到十秒鐘的話 你可以從兩三秒鐘 請 記得雙手的手背一定要伸直喔 避免你的肩膀亂動 還有你的身體 去改變你原本的基本姿態 你可以在速度上面做不同的變化 三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 放鬆 這個動作最主要是 從了擴胸以外 你還會感覺到你的手臂上的延展 你的肌肉可能會覺得酸酸的 特別平常你沒有運動的話 你一開始做的話 千萬不要做太多 否則隔天可能你的手就會發抖 可能你就沒有辦法拿筷子吃飯了 如果假設你沒有這個拉筋繩的話 你也可以 就是拿我們一般的毛巾 兩種不同的區別 就是一個有彈性 一個沒有彈性 或許以後有機會的話 我可以跟大家 觀眾朋友再介紹毛巾操 它一樣能夠讓我們的身體達到一個 強身抵破 還有增強我們肌肉的一個方法 那 下次見囉 謝謝